1、3、3、4、4、5、6、6、4 4、5、6、1、2、3、8、8、8、9、11、12、16、11、12、16、12、17、12、18、19、 還會越去滿足她 越擴張 對於女生的性幻想 何謂正常範圍 超過什麼範圍 應該看醫生 把老師當成 好啦 有些我就盡力回答 第一個 性的慾望滿足就會消失 還是越去滿足 通常好像人類身體的設計 就是你滿足了以後 要至少等一陣子 才會再recharge 你知道嗎 用完電腫要充電以後 才能再那個 當然有些男性會認為自己很強 像我們上次講到 有報紙上登過的 有人是一夜七次郎這樣 那也頂多七次 第八次的時候可能也沒力了 再強你也不可能一直那個 有生理上的限制 所以越去滿足她越擴張 是看你要怎麼講 大概在同一個時間 譬如說同一個晚上 大概可能一夜七次郎 已經讓大家所有人都驚嘆不已了 那她大概沒什麼能力 但是如果拉長來講 是說一年或什麼的這種 那可能就是會越去 越去滿足的意思 可能是她想嘗試不同的花樣 這樣子 我們上次也說過有那個日曆 賣一天一種知識那種 那那種是知識 posture 不是知識 不是knowledge 所以這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不是越 就會消失跟越去滿足擴張 這個你問的好 如果是在當一個短的時間點 那是會消失的 如果長的時間點 它消失以後又充電 然後又行了的時候 那可能還會再去嘗試 新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樣子講 就比較清楚一點 第二對女生的性幻想 何為正常範圍 通常簡單的正常範圍 就是你不傷害到別人嘛 你自己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在你電腦前面 那關誰什麼事呢 對不對 只是電腦要小心一點就是 不要被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這通常男生嘛 男生 就是我每次都想 不管有沒有真的 有沒有一個上帝 那如果你真的有這種能力 那這就所謂的正常 懂嗎 你想要 那不傷害到別人 這在我來看都是正常 你想要 不管你想要不想要 都傷害到別人 這個我來看就覺得不正常 簡單可以這麼講 性幻想 這人的能力 反正你不要實施出來 那性幻想是你家的事 那也有人找一些固定的伴侶 或者是找到那個 有一些特殊的團體 或特殊的個人 他願意滿足你的性幻想 那這個也是有的這樣 所以正常不正常啊 可能以法律的範圍 會比較 比較怎麼說呢 比較當最後的防線 當大家都不相信法律的時候 那就打起來嘛 這很簡單 民主國家就是有一個法律嘛 大家屬 什麼叫做 屬人頭代替拳頭 那民主國家 那當然你可以抗議 但抗議的最後結果 如果不用法律來解決 那怎麼辦呢 那誰的才是最後的意見呢 性幻想也是一樣 什麼要 過度壓抑的結果 那性幻想可能會造成 不好的結果 超過什麼範圍應該看醫生 你已經控制不住 然後生活已經失序了 就是不能來上課了 今天不能來上課 你就讓你覺得出去外面 你看到一個女生 你就開始完全控制不住 做出那個傷害別人的行為 那這個當然 這已經不是看醫生的問題 你可能先會被抓到警察局 才會去看醫生的問題 那如果你都還在 可以控制的範圍 那你也許真的覺得壓力太大 你也許可以去看看 加醫科或者精神科 或者泌尿科 看看什麼樣對你比較方便 然後看看醫生有什麼建議這樣 所以這個太抽象的我實在很難說 因為性的問題很少人講 所以你不知道你有 到底算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有的時候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很多人都跟你想的 大概差不多 好 這第二個問題 老師 我很愛我女朋友 希望可以跟她一起共度此生 每次念到這裡我都不覺得 那還有什麼問題 好 那問題就來了 但我還是會喜歡上其他女生 雖然我沒有出軌 也仍然很愛我的女朋友 但為何深愛一個人 還會同時喜歡別人的可能 為什麼會有這個可能 這應該問上帝耶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也不知道 你從來沒有過這個經驗 你會覺得這好像是撒謊 你如果有過這個經驗 你覺得這是絕對可能的 只是你愛上別的女生 你要不要跟她說 說了以後你要做什麼後果 很多人就愛上了就看著吧 反正我也不說 就像前面說 我要跟我的女朋友共度此生 對不對 那我就跟我女朋友共度此生 其他我喜歡的人 我就是喜歡 我也不要有什麼動作 我就喜歡她 就像你喜歡一個電影明星 喜歡一個公眾人物 那她有什麼活動 你就按個讚 這個也沒傷害到任何人 這是你可以做的一種方式 那如果你像其他人那樣子 你跟你的女朋友共度此生 結果你也願意跟別人共度此生 你就開始發展奇怪的 所謂平行宇宙這樣 他們兩個互相不知道 只有你這樣穿梭這樣 看起來在演這個叫什麼 穿樂劇這樣 有人是這樣子的 以前我那時候 我念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從很小就很喜歡 注意這個問題 那時候呢 報紙上出現 那還戒嚴時期 戒嚴時期 所以其實是很不自由 報紙上就出現了一個 那時候報紙都很乾淨 所以會出現這種名詞 都是很奇怪 叫做午妻 下午的妻子 午妻 你這個我不知道現在 輸入Google可不可以查到午妻 那時候我們念高中的時候 午妻是一個很流行的一個話 什麼意思呢 就搞小三圈 到底你現在說法 就下午呢 在當時的公家機關 跟所有人幾乎都有五歲的時間 午休時間很長 大概十二點鐘 雖然下班 大概十一點五時 就公家單位沒人上班了 那搞到幾點呢 搞到兩點 所以有兩個小時 那你這個住台北市 有人還可以回家吃中飯 吃完中飯睡個午覺 然後再回去上班的 都大有人在 所以以前是比較 步伐比較慢 那在那個時間呢 有人不回家 然後就可以接著機會呢 就有午期 那最後來就沒有這個說法了 我回來教書這幾十年來 都沒聽過有這午期的說法 但午期這事情我就記得 非常的清楚這樣 午期 那有的人其實純粹只是性的需求 那跟情感的不一樣 我們在一開始講到 Strandberg那三個要素的時候 其實就講到 Passion Intimacy 跟那個 Commitment 那五期的 Commitment 通常比較小 那個 Intimacy 也比較 也比較差一點 那Passion 會比較強烈 那你跟你的伴侶 走到一陣子以後 如果不去 注意這個關係 你大概除了 Commitment 以外 什麼都沒了 也沒Passion 也沒Intimacy 所以呢 另外一個可能性出現的時候 我們上次不就有講嗎 另外一個可能性出現的時候 那就很容易吸引你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解釋這樣 所以回到這裡來 這午期 還有呢 那時候報章也登過一個類似的Case 就說這個 有一個先生呢 早上都會帶小 帶自己的狗去遛 Volunteer遛狗這樣 這先生家事什麼都不做 去遛狗這樣 後來呢 就發現這個先生呢 有外遇 怎麼發現的呢 就是有一天 太太去遛狗了 發現那狗呢 就走到一個人家去了 然後那個女兒出來以後說 哎呀 譬如說小乖啊 你來了 這誰 這不是那個男的 那是他太太 他太太就一切就明白了 所以這隻不是五期 但是那時候也沒叫早期 這應該叫早期 OK 所以回家那叫晚期 根據不同的時間 有三期 陸海空三期 三期 這是很尷尬的事情 所以一個人會喜歡別人 這可能性非常強烈的 這為什麼忠貞是那麼可 這麼值得誇獎的這種美德 因為不忠貞實在是太容易了 是太容易 誘惑太多了 尤其像現在 對不對 這時代又是一個 大家男女自由來往的時代 好 你就算是有男女朋友 你在工作場合 或在班上 總會碰到幾個 跟你談得來的 是你的菜的 就算不是你的菜 朋友願也拍了嗎 不不不是我的菜 那你還拍的廣告幹什麼嗎 但我愛 押韻啊 然後不是我的菜 但我愛 那現在這不是男人找小三的借口嗎 這不是我的菜 但我愛 酷啊 每一代人都有新的借口來那個 你記住這句話 反正到時候呢 你看到你們到我這年紀 你看看還有沒有人講這個 這不是我的菜 但是我愛 廣告人啊 有時候真的很厲害 把那時代精神全部挖出來 全部講出來 我認為這是時代精神 不是說你要效法的 我覺得這是 講出了很多人的心聲這樣子 好 所以你會喜歡別人 這是絕對可能的 也不要害怕 但是你決定要怎麼做 這下一步是比較 比較考驗 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你給予承諾的 一個情人的角色 你要怎麼去做 很多人剛開始先瞞著 覺得這事情不會也變那麼大 不會也變那麼大 不會也變那麼大 等到這大刀不可收拾的時候 那這問題就出來了 出來以後就會有一場 很麻煩的事情這樣子 簡單講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回到上禮拜的 講到愛情跟身體的部分 那身體呢 常常會被人家問為 到底美麗這樣的概念 是不是有文化的普通性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社會認為美的 在別社會會認為也是一樣的美 那現在世界各國在文明國家 都有所謂的選美活動 選美活動非常有趣的 通常都不選男的 都選女的 以前還有大學先生選拔 台大那次好像有人要參加 後來就有人投書 覺得這是什麼恥辱之類的 後來就這個事情就沒了 有人反對後來就沒了 有大學先生選拔 那大學先生選拔 當然不是看他帥不帥啦 還包括他的這個學士啦 談吐啦等等的 當然大學先生到底要不要 把自己練成六塊雞 然後去參加選 我就不知道 那到現在為止呢 女性的選美大概很少沒有說 要穿泳裝的 很少沒有說 你就不必抱三圍的 很少沒有臉蛋漂亮 那這個選美小姐有各種不同的名目 那常常有的選美呢 到後來變成替富家人選媳婦的一個暖身活動 所以到選美啊 但是民主國家自由嘛 他愛做有人不參加那你能做什麼 你能說啦但是他能做嘛 你說你的嘛他做他的嘛 這是民主嘛 不會因為誰說了什麼就不能做什麼 好那這個就是像這樣對於美的標準 有沒有一致的標準 那有些人說他是選美皇后 你說啊怎麼選出一個這麼樣的人 有時候會有一些爭議啊 你如果是local的選舉就算了 別人也不知道 如果你是這個選完了 還要去參加演藝人員 然後說我是曾經參加過XXX 什麼選美第一名這樣 人家就對你的這種 或對那個活動會覺得很奇特 怎麼會選出這樣的人來 所以美有普世標準嗎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是沒有的 但是你有機會啊 沒有的就是從這個經驗來的 那你從另外一個經驗 像我看電影看了非常多 那現在在台灣呢 你透過網路很容易看到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電影 譬如說印度電影 這些電影可能不會上院線 所以你憑著要在電影院看電影 那你的限度太大 那你發現印度的女星是不是很美呢 我就做一個看電影的 我覺得花印度女星好多美的不得了 那五官深邃到不行 好那這個泰國片呢 我上次也看了 呦這個小女孩也長得蠻可愛的 我泰國片看的非常少 坦白跟各位講 因為剛開始我的印象 就泰國片都是鬼片 這是錯誤的印象 所以我就不敢碰泰國片 任何有關泰國片的地方 我都覺得別鬧了這樣 你別看那個清純的面孔下面 其實隱藏著一張什麼東西 或者是屍體或者什麼之類的 我就很害怕 就看到初戀這些小事發現 唉唷 長得不錯嘛 我也覺得這是漂亮 我也覺得是漂亮 雖然不是我的菜 但我也蠻愛的 這樣講可以嗎 好 然後還有什麼香港片啊 大陸片啊 有很多 那除非女主角刻意半醜 不然的話我都覺得都蠻美的啊 每個人雖然長得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都覺得這些電影明星真的是夠上美的標準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看 那美國電影就更不用講了 那個有時候有機會看到法國電影啊 看到歐洲電影 還有東歐電影 那女主角在我來看都漂亮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又好像沒有普世的標準 或者對我個人而言 唉我覺得美 所以這是從個人層次來看 那社會學研究我們等一下講到這種 那是從一個大家的層次來看 所以某種程度是個從一個總體的層次 從一個宏觀的層次 從一個宏觀的層次 所以那個不一定跟個別的感覺是一樣的 那大家來看一下說明一下了解 有的時候有些研究並不符合你的情況 就像老師有時候的解答 完全沒有答中你想問的東西 這個風險是存在 是存在 好那是康尼康這些人呢 做了一個普世的 做了一個跨文化的研究 然後提出呢多元適配模型 Multiple fitness model 他強調一個人的外表呢 的社會知覺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外表的社會知覺說 大家看這些人到底漂亮 不是說有一個所謂客觀的漂亮 那包含了很多特質 那他們希望把這個特質呢 能夠一一區分出來 那區分出來呢 他們的那個理論的基礎是說 人類的成長 基本上分成三個階段 分成三個階段 那這個跟一般研究這個 哺乳類動物的 有不同的 比如新生兒特質 你生下來小娃娃是那個樣子 在台灣 我有機會去 尤其早幾年剛回來的時候 那我們的朋友 大概都在那時候結婚 有人在那時候生小孩 那生小孩你都要去看嘛 祝福人家 在台灣看生小孩呢 尤其到那個小孩的那個外面 隔著隔著隔著窗 你說啊那就是我女兒後面那排的那個 穿粉紅色的那個 我坦白跟你講 我每次都看不出來那是他女兒 或他兒子 然後呢有人很會看說 你看眼睛長得像爸爸 鼻子想像媽媽 嘴巴又像爸爸 我最佩服這種 有這種三層分析能力的人 我完全看不出來 我覺得那我兒跟這我兒差不多啊 不都一樣嗎 我有機會到美國 戰鬥在美國念書 有人在美國生小孩 那去看你都知道 像他兒子 不一樣啊 那Hispanic Hispanic就是Hispanic 叫做西班牙裔的 老美就老美 老黑就老黑 老中就老中 一清二楚 完全不會被報錯 什麼狸毛換太子 你少來不可能的 台灣完全區分不出來 完全區分不出來 我是沒有看過混血兒 也許混血兒可以區分出來 那美國那種頭髮大捲的啦 你覺得 怎麼你才生下來 你就有機會跑美容院 就忽然間提出這種疑問這樣 那有些人就 他怎麼生下來你就當和讓 反正那小孩的千幾百萬很多 台灣小孩長得都差不多 當然有人認為 我是那種區別力很差的人 各位你們家有機會慢慢去看 你看看是 有些人是不是跟孫老師一樣 是一樣的話 你就不要太難過 懂嗎 孫老師也可以活到今天 記住 不要說人家小孩長得不好看 你可以認不出來 你一定要說 哎呀這小孩長得真好 懂沒 懂沒 能活到今天 就是因為這句話 你沒有違反任何的諾言 對不對 長得真好 至於像不像誰 你反正看不出來 你也別硬說 我怎麼覺得這像老王呢 你就完了 有意也破裂啊 你頭殼可能馬上也破裂啊 小心啊不要亂講啊 長得像誰 這個不要亂講這樣 好 所以新生兒特質 新生兒就是像新生兒那樣 然後再長大一點呢 你看這照片就看得很清楚 就特別在青春期有性成熟特質 小孩有小孩的樣 但是有些小孩後來就長了 特別是在青春期的時候 覺得哎呦看起來像大人 這句話經常在身邊聽到 最後幾年不見 你看 那已經不是小朋友的樣子 已經是大人的樣子 那大人的樣子以後 大概就一直到中年以後 大概就其他就是老人的樣子 所以呢 小學同學 我自己看小學同學會 小學同學會說 我們那麼多年不見 你怎麼認得出來 我說你要不要看一下 當初的那個同學錄 你們長相 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 最誇張的是 他們生下來的小孩 跟他們當初是一模一樣 我覺得基本上是複製的 我開始 外型一樣 那個型當然都不一樣 所以那是一個很奇特的 各位慢慢也會在人生中 碰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有性成熟的特質 然後還有衰老的特質 衰老大概就是連體型都慢慢不太一樣 那有些老人會越來越瘦 乾巴巴的這樣 那老師現在還沒有 老師大概等到撐到最高點的時候 就開始瘦下去了 慢慢慢慢瘦 慢慢慢慢拖 慢慢慢慢就這樣 懂嗎 就是回到新生兒狀態 What comes around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這樣怎麼來的怎麼回去 那一般的講 像那個一般動物啊 像貓跟狗啊 都有兩態 小馬小狗很可愛 然後後來呢 他長大以後就那樣 就是頂多長的大一點點 就不太會變 那有些狗很奇怪 長大會變顏色的 我一直以為那是兩隻不同的狗 他說不 是同一隻狗 有人姓氏大人跟我講 我碰過兩個人都說 他們家的狗 小時候跟長大是不同顏色 就是染髮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家狗是黑色的 一直都是黑色 並沒有因為長大就變成白色 沒有 他下巴那邊和腳那邊有幾根白毛 那是有的 所以這個人類經過三階段 那這三階段呢 他說心生而特質 譬如說大眼睛 你們現在卡曼裡面 動漫裡面 那些眼睛的比例都是失真的 但都真的很可愛 貓都沒有那麼可愛 貓那個臉跟眼睛的比例沒有這樣 人真的那樣 我希望他不是外星人 外星人他嚇死你 那現在我們想像的外星人 眼睛都非常大 那可能是跟我們的想像 覺得那樣子會比較可愛有關 那那種很不可愛的外星人 有沒有 那個異形裡面嚴的那種 然後流口水流的那樣 完全沒有唾液控制那種 那怎麼是高等生物呢 高等生物應該唾液控制比我們還好 那種 奇怪機器怎麼還會發出聲音 他根本沒有喉嚨也沒共鳴香啊 這是我一天到晚不太懂的事情 好 光滑的皮膚 小孩子用婴兒油對不對 皮膚很嫩 那個 故事裡面什麼老妖啦 老怪啦 都喜歡吃這些皮膚很嫩的人的這個肉 唐三丈不是嗎 唐三丈多好吃 那一路上妖怪 幾乎都口耳相傳 他們的網站上一定有 唐生要經過你那兒 他肉好吃啊 我吃不著 你吃吃看 像唐生液那個西游 西游的那個劫難裡面 一直要被吃掉 一直沒被吃掉 可見他皮膚多好 所以各位要辦新的化妝品 一定要唐三丈化妝品 吃了以後跟唐三丈 或抹了以後跟唐三丈 一模一樣的好吃 秀色可摻 唐三丈化妝 以上有唐三丈扶症 然後就這樣 皮膚很好 小孩皮膚好 小鼻子 鼻翼不要太大 對不對 小鼻子 然後呢 成人 若是具有新生活特質 會感到年輕 有活力 所以你看 你們一定要把眼睛畫得很大吧 你同學 對不對 有那種眼睛如何畫大樹 這樣子 不是眼睛如何畫大樹 怎麼樣把眼睛畫大 眼睛畫大樹是怎麼畫呢 真的是 我自己講的自己的 那是不是說有一個人 在網站上面 教人家如何把自己化妝成 日本動脈裡面的美少女 那種化妝方法 如果那影片沒有經過辨造的話 那他真的做到 我就在 我不上課時間都在家 在家就看電視 中午的電視常常很有趣 會報這些亂七八糟新聞 我就看 這把眼睛畫得好大好大 好像是烏克蘭還哪裡一個女子 然後那個上網以後 聽說很多人點閱 因為你覺得年輕啊 有活力啊 開放啊 好相處啊 那都是一個很正面的特質啊 那我們小眼睛的人怎麼辦 對不對 這個也是 小眼睛的人老實都懷疑你上課 根本就打瞌睡 不是有個廣告這樣嗎 說你上課打瞌睡 他說沒有 我只是小眼睛 眼睛還畫什麼 一公分還什麼 不是一公里什麼之類的 這個很有意思 我們以前從來沒想到 小眼睛會被老師認為打瞌睡 那廣告的先生真厲害 那白種男人呢 對這樣的女性會有正向的反應 就是年輕大眼睛光滑的皮膚小鼻子 最近那個演那個朋友 什麼朋友 朋友萬萬歲那個女的 Mila Kunis 是不是叫Mila Kunis 她就是眼睛很大 我常常講 陳奕涵也是眼睛很大 你說這些人怎麼眼睛都那麼大呢 你連小一點眼睛就相對人就比較大 你眼大一點眼睛再大也是看起來比較小 所以那種像大餅砸在臉上那種臉 或者像披薩臉 那你的眼睛再大都不太有用 好 那美國人喜歡這樣 那這方面呢 他也一樣 美國人跟韓國人都同樣有喜好 這就是有研究韓國人 那性成熟的特質包含什麼呢 女性的胸部 臀部 體毛 還有呢 男性的肌肉 生殖器 喉結 體毛 臉型會變 顴骨高聳 臉頰變瘦 男性的臉上 毛髮跟眉毛會變粗 男性毛 眉毛粗 是好 那女性通常都把眉毛剃掉 眉毛粗 看起來怪怪 但是呢 最近有一個演白雪公主的那女性 她的眉毛就非常的粗 所以大家一看到她 新看到她的眉毛 講究怎麼會那麼粗 人家也演啊對不對 你看老爸也很 後台也很硬啊 他老爸 Phil Collins 那歌唱多好 所以這個眉毛的問題 可能會因為這個Lily Collins的那個出來 可能會造成新的蜂巢也不一定 好 那這個 然後性成熟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人是有力量的 power 主導的 有地位的 有能力 所以會給人家這樣的印象 所以男性呢 要有那種濃眉大眼 那濃眉呢代表你的權力這樣 那顴骨高呢在相命書上都有講 顴骨高代表這個人的權力欲望很強 在男生 一般傳統的相命方法 在男生是好 因為那傳統相命方法不要忘了 是那種男性中心的社會 那女生顴骨高 就認為是不好 代表這個女人權力欲望很強 那照這個邏輯 中國的女人 只有兩個人應該權力欲望很強 顴骨很高 就是武哲天跟慈禧太后 對不對 不然的話誰顴骨很高 那每次這個顴骨高以後呢 被講被在文化裡面這樣講以後 那臺灣的女生萬一顴骨高的 就會覺得自己被人家誤會 那衰老特質 男性灰白頭髮拉或者禿頭 曾經有不少人問過我 你那麼聰明請問一下 為什麼男人那麼怕禿頭 我說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初步的想像是禿了頭 就像是生殖器顯露在外頭 雙關語 好 算了 好 那有人就愣在那 然後後來有人說你亂講 那我就亂講 然後另外有人說 你講得很有道理 我不知道為什麼男人怕禿頭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女人大部分不會禿頭啊 毛髮會少但不太會禿頭 有人認為跟荷爾蒙有關 到現在好像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你可以自己想 好了 那亞裔 第六點呢 亞裔西裔就西班牙裔 亞裔西班牙裔跟白種 白種的美國人 對於三種族裔的美國女性 具有吸引的判斷極為相似 就說有普通性 雖然屬於不同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這難道沒有文化的影響嗎 你亞裔西班牙裔 其實活在美國基本上都接受 美國的主流價值啊 你看的都是美國的影劇的東西啊 你當然會認為那就是美啊 你的化妝方式 你的那個審美觀念就是 根據那個社會的主流 怎麼會 怎麼怎麼會認為它的普通性 是因為大家都喜歡那樣子美呢 我覺得你一樣的話 應該是到亞洲一個國家 到哪裡這樣去調查 可能這樣會比較好 好 他認為判斷就像 都喜歡新生而特質的大眼睛 眼具較寬 然後呢 小鼻子 性成熟 窄臉 小下巴 就是巴掌臉 小下巴 下巴不要太長 你下巴長得太長 後到 那個其實在相片書裡面 後到是非常好的 表示你的晚年的命好到不行啊 但是因為這個後到呢 在台灣叫護斗啊 長得長的下巴 會被人家認為有 具有喜感的人啊 這個也是 不是壞事啊 只是比較有喜感 比較能夠辨識這樣 好 那這個小下巴 高挑的眉毛 擴大的瞳孔 擴大瞳孔 所以是擴大了瞳孔啊 豐厚的下唇 下唇豐厚 上唇要薄 那現在 因為安傑莉娜 求力的關係啊 所以這好像也略有修正這樣啊 然後呢 較大的微笑 你笑起來的時候 不是那種小嘴巴那樣的 看起來沒在笑 看起來比較有在笑 當然那嘴巴大小 也是一個相對的嘛 梳理整齊 而且茂密的頭髮 各位在這個年紀 頭髮怎麼看都很茂密 你到我們這個年紀 怎麼看都不茂密 所以乾脆把它剃光 反正也沒有 懂嗎 這也是一個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才不能想像 我後來喜歡短頭髮 老師你的髮型不錯 老師沒有頭髮 所以沒有髮型 老師只有頭型 老師頭型不錯 好 那接下來台灣 他有研究台灣 台灣兩性對於兩性吸引的判斷 也極為類似 比較喜歡寬臉頰 圓臉不特別喜歡 顴骨太高 你看不特別喜歡 寬下巴及高挑的眉毛 你看到外國女性的人畫的眉毛 畫得非常的高挑 有的時候那個放 那個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兩邊好像不太對稱 好 那美國黑人男性跟白人男性 對於黑人女性的吸引力 有極為類似的看法 什麼樣是個漂亮的黑人女性 美國男人跟 美國男人不分黑白都一樣看法 但是呢 膚色較淺的 對不起 就是一般看法就是膚色較淺 不是那種很黑的黑人 膚色較淺的黑人 厚嘴唇跟大鼻孔沒有影響 不過美國黑人比較喜歡體重較重 唇部較大的黑人女性 所以黑女性一般來講 都比較不是纖細型的 這當然跟飲食習慣啦 可能會有關係啦 因為有些黑人女性呢 在美國是基本上靠著 社會福利的救助來過活的 他小孩生的越多 他就得到的救助越多 所以美國人也在檢討這種福利制度 會不會造成 特別是黑人女性 或在長期處於不弱 不利的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福利對他來講太好了 但是從小孩不管跟誰生 政府都補助他 那他靠福利就可以過活啦 然後那個政府補助的 有時候有食物的補助 補助呢就是起司啊什麼東西 越吃越肥啊 那這個有人認為這樣不好啊 第一個對他生理不好 第二個對他不工作這件事情不好 那這個事情在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就已經有爭議 到現在大概都還是一樣啊 這是黑人女性啊 臀部較大這樣啊 的部分啊 第九 他總而言之啊 亞裔啦 西班牙裔 美國黑人跟美國白人 以及台灣人 都覺得女性臉龐吸引人的特徵 是下面這些 這表示有文化普通性 第一個高挑的眉毛 第二個寬而大的眼睛 第三個放大的瞳孔 第四個高的顴骨 小鼻子 然後窄臉 寬臉頰 較大的微笑 豐厚的水唇 這風寫錯了 風應該豐盛的風 小下巴以及茂密的頭髮 有沒有烏黑的秀法 有沒有那個洗髮經廣告 一天到晚這樣強調烏黑的秀法 那自從有染髮技術以後 大概很少女生是完全的烏黑的秀法 那有染髮技術以後 也很少中年人不是烏黑的秀法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秀法長什麼樣 這代表健康代表權力 某種程度還反應了財富這樣子 那這是少數看到 對於美麗的一個跨文化的研究 那這個你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 好那接下來一個部分呢 是講自我跟身體 我們在前面應該有一點稍微講過 自我是在社會學裡面 自我是人跟人互動以後 所產生對自己的一個看法跟評價 作為自己行動的根據或思考的根據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在自我在談戀愛前 談戀愛中跟談戀愛失戀以後 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一般來講你談戀愛以後 你自我會擴大的 因為在你除了其他地方都一樣之外 你會變成一個我是一個談戀愛的人 或者說得更清楚 我是誰誰誰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那這個身份呢 在你的眾多身份裡面是個非常重要的身份 你會覺得是誰誰男朋友或女朋友 這件事情是一個高自尊的事情 你會覺得我就很快樂 我因為有這樣的身份 我會覺得人生充滿了意義 所以自我在這個地方是擴大的 所以有一本書研究這個Self Expansion 你要怎麼樣擴大你的自我 很簡單多參加活動就擴大自我 多認識人就擴大自我 你在網路上認識人 你有一個網路身份 你在日常生活認識人 你有一個日常生活認識人的身份 那也因為這次自我擴大 會讓你覺得感覺良好之外 所以呢你在維系的過程裡面 你的自我的內容還不斷變化 因為你跟對方的那個 剛開始譬如說你開始跟人家告白 希望人家跟你在一起 人家也答應了 那你高興到不行啊 你喜歡的人 你終於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然後他是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那等過一段呢 兩個人開始出現了衝突 爭執 溝通不良的狀況 你的自我就開始覺得 我幹嘛 我好好的過 我幹嘛跟這人在一起啊 那是怎樣 當初兩個人都好好的 為什麼現在出那麼多問題 你如果在這狀況之下 百思不得其解 那你通常你就會覺得 那這個真的是 人最好不要談戀愛 一談戀愛都會出這個狀況 那幹嘛呢 至少苦吃 你沒找到解啊 你就以為你的現狀 就是所有人會發生的現狀 不是的 你的現狀只是因為你沒發現解藥 那你就把那個沒有發現解藥 東西當成現狀 然後就覺得人生就這樣 那你最好出家當和尚 最快出家當和尚 也出家當和尚 也出家當和尚困擾 當然也可以當尼姑了 或者其他宗教人士 那有人就這樣就不參加 就不加入這個戀愛的行列這樣 那到了後來 萬一就這樣就分手以後 分手以後 你為什麼會特別難過 第一個你喪失了一個自我 尤其是你最重要身份的自我 你會有失落感 你不要講別的 大學畢業以後不管怎麼樣 你喪失了最大的一個身份之一 就是大學生的身份 喪失的那個最明顯的東西就是 你的身份證會被 你的學生證 你會被收回去 或者會註銷那個章 你看電影就沒有優待 或什麼就沒有優待 因為你已經不是大學生 你去買那Apple的系統 你沒有學生證 九五折就沒辦法打 所以你那是店長 這是最明顯的 你就馬上失去一個大學生的身份 你練四年 你可能不覺得大學生的身份 有什麼了不起 在你沒有的那天 你就忽然間發現 你的青春 你的純真 都跟著你的大學生 大學學生證 就消失了 這非常現實的 這比你找不到工作還難過 因為你高中畢業了 你還有大學可以想 所以高中畢業的那種身份失去 是換來更大的身份 所以高中畢業的失誤感 沒那麼強 但大學畢業以後 你如果沒有考上研究所 如果沒有申請到出國 沒有如果沒有找到一個 馬上有工作的 你就落入了一個很大的徬徨 落入一個不知如何 就明白 平白物從天空掉到那個大海裡 你不知道茫茫茫大海 不知道哪裡是岸 如果那個船上還有一隻老虎 那你還可以拍電影 如果沒有一隻老虎 對不對 有一隻老虎你不是印度人也不行了 這是一個讓 所以自我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在這裡 失戀會那麼難過 就是因為你失掉了一個 對你的生命來講 組成的最重要的東西 你一個積木拼不成了 因為那最大的一塊沒有了 這難過是難過的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在這過程裡面 再把自己的自我拼湊出來 缺了那一塊 你還是一個可以獨立運作的 可以活下來的一個人 這個東西講起來有點抽象 你如果碰到你都知道 所以呢這個 從戀愛到 從那個完全不相識到戀愛到分手 那裡面要處理太多的問題 所以以前我有告訴過各位 如果你把婚姻看成是愛情的墳墓 或者把戀愛的幾個階段 看成都是同 只有一個階段 就是喜憨期 那你真的不適合談戀愛 就像你不適合玩電動 因為你每個都只玩第一局 第一局你可以拿很高分 其他你都過不去 那你覺得過不去太難了 那不要玩了啦這樣 你在玩電動可以這樣 你在人際關係裡面 你大概只能拼命向前 如果你能學到 應付這些困難的技巧 那你的人生真的是值得的 如果你只想乖乖的 讓別人來服侍你 讓別人來幫你解決問題 當個像媽寶一樣的人 那你真的是到這個人生都是 都是沒意義的 所以你的角色還有你可能會發生 角色衝突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要學習去解決的問題 我希望這堂課有幫助你 好那自戀跟愛情 有些人覺得我太好了 沒人值得跟我在一塊兒 我那麼完美 那這個在希臘就出現那個人 後來我們的自戀就以那個人為主 他最後就愛上自己水中的倒影 那有這樣的人 有的人覺得說 我要找就找一個 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更好的人 如果你還誤信的這個孔子說的 物有不如己者 不要跟那個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那你能跟誰交朋友 跟你差不多人交朋友 因為比你好的人他也不跟你交朋友 因為你比他差 我前段班你後段班 你跟我交朋友 你要拖累我你 如果是這個態度 那這個就麻煩了 那如果你換過來說 物有不如己者 每個朋友都是他的長處 每個朋友不會在什麼地方都不如我 他在這方功課不如我 他做人如我 在這方不行 但是另外一方就行 那這樣的話你都可以跟人家學習 學人家的長處 來補自己的短處 那這樣子 所有人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所以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態度 那所以自戀呢 的人真的很難談戀愛 自戀的人呢 常常因為自己條件好 所以就算是有人最後 剛開始欣賞你 到最後他也受不了你 因為你太自戀了 自戀什麼樣的叫自戀呢 很簡單啦 你去看他到處都他自己的照片 那就自戀的人了 我們所有人都有照片 但如果照片只有他自己 甚至有人把照片放得很大 住個房子放很大 都自己的照片 那個已經自戀到極點了 有一個工作人物就是這樣的 有一次記得去訪問他 喂 照顾都是那樣子 電影裡面呢 有些電影明星也會放達自己的照片 不過那是因為導演的關係 或者編劇一些 都把自己照片放得比真人還要大 Larger than life 比真人還要大 放得那麼大 放在自己的屋裡啊 每天看著自己覺得我真美啊 這都是自戀 那還有利他跟愛情的關係 我們常常覺得愛情當然都是自私的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這樣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 也沒天誅地滅 所以人也不必太自私啊 人一定有自私的地方 也一定有這種利他的地方 上個禮拜高速公路發生一場車禍 有二十幾個完全不知道名字的人 就現場就下來幫著 後來這個搶救隊員來了 那個急救的人什麼的 來之前這二十幾個人就分頭 就幫著那些 把那些人拉出來的拉出來 會做CPR做CPR 然後有人還直接先把那傷重的患者 直接就載到附近的醫院 那救護車都還沒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真的是 近一個禮拜來最好的新聞之一 這人彼此不認識 就因為大家在高中開車看到一場車禍 全部都停下來 然後馬上都去把這事情 所以呢後來救難人員來了 減輕了他們不少壓力 因為大家都沒有人趁我打劫 大家都發揮了人類最美的天性 幫助別人這就利他呀 他得到什麼好處嗎 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啊 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你可能時間停下來耽誤了 有時候在高速公路塞車 你會這麼大罵 又塞車了這樣 那人家塞車是為了 這是為了救人 這件事情 台灣常常有些事情 可以讓我們看到人性的光輝 我覺得新聞報這種事情 常常報太少 有時候你就覺得台灣人 好像真的很自私的樣子 其實不是的 台灣人有自私的人 有大公無私的人 都抱掩大公無私的人 像陳樹菊這個像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很多 不是只有他而已 那這些人都不求回報的 就默默在社會上做他自己 認為可以做的事情 完全做正面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另外一種我們可以學習的精神這樣 好第三個是愛情的圓滿自我 跟愛情會瓦解自我 有一本童書吧 那個人是不是叫Silverstein 畫一個圓缺了一個角 是不是 他要一直要去尋找那個角 那個是不是後來有第二本 反正學生有修這個叫做什麼 繪本的同學 也跟我講這個故事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殘缺的圓 所以他去找那個角 後來怎麼找都不太對 他發現呢 原來不可能有一個角 可以滿足他的那個缺角 我覺得這故事蠻有意思的 因為大部分人會覺得 你會找到一個角 然後你的圓就完整了 這故事來源來自哪裡呢 這故事來源來自柏拉圖的一本 對話錄叫做饗宴 或者大陸翻成會影片 台灣跟大陸翻法不太一樣 台灣的翻法是根據日本的翻法 叫饗宴 Symposium Symposium裡面呢 一般人都說柏拉圖這樣講 不是柏拉圖這麼講 那個對話錄裡面 柏拉圖根本就沒出現 他怎麼可能講什麼呢 那柏拉圖號稱是記錄的人 那他到底這記錄是他想出來的呢 還是他真的躲在現場什麼角落呢 所以這個很尷尬 不過總而言之柏拉圖沒出現 柏拉圖在那場饗宴裡面 透過有一個當時希臘的一個喜劇作家 叫做Aristophanes 亞歷斯多芬尼 有人把絲也翻成 亞歷斯多芬尼絲的這個對話 講出了 講出了這個故事 就說原來啊人啊 老天爺在創造人的時候 是絲絲絲絲絲絲絲的 還可以跑得很快 可以走得很快 結果呢 後來就有一天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老天爺就生氣了 發怒了什麼之類的 就把這個人啪一下就劈成了一半 從此呢 人就要去尋找自己的另外一半 尋找自己的另外一半 變成獅子手獅子腳 後來大概獅子手獅子腳這件事情 講出來太太太可怕了 就說我們要去尋找另外一半 那有些人呢就相信了這樣的一個神話故事 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完整的自我 一定要靠著另外一個人 我才會變得圓滿 這個有時候很容易造成自卑 然後有時候會造成不必要的追尋 那為什麼自己不是一個圓滿的自我呢 就像那個那個再回到那Servist 那個缺一個腳的圓一樣 他就覺得自己像不是一個完美的圓 你可能就是缺一個腳的圓啊 這可能就是你啊 你不能接受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到處去闖到處去撞到處去尋找 然後碰到滿頭包啊 你幸運的碰到 然後你就覺得啊他是救贖你的人 沒有人是來救贖另外一個人的吧 除非出了車禍 所以能咬有這樣的幻想 你常常的好處當然你就會開始尋找 壞處你就覺得自己不是個圓滿 你自己做不到一些事情需要別人 所以這個裡面真的是利益參半 那當然愛情瓦解以後最大的困難就在這裡 因為你覺得我平常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其實都過得好好的 然後現在沒有了他 那我怎麼活得下去呢 有這個想法以後 你又沉溺在這想法以後 你馬上就活不下去了 你就覺得沒有他我活不下去 然後這種執念呢就會在你腦海中 不斷地盤旋不斷地盤旋 然後你如果走到一棟大樓 你就會往最高的地方爬 然後就 昨天吧 在台北的一個學校 有個學生跳樓自殺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沒看到這新聞 我看到人家看到了 告訴我的這樣 說哎呀那高樓應該上鎖 高樓上鎖以後他就可以燒炭 他可以上吊 你擋不住人死的 他要死你擋不住的 以前我的日本學生告訴我 老師你們台灣人為什麼那麼喜歡跳樓 我說你們日本人都不跳樓 他說基本上不跳樓 那我說你們幹嘛 他說投河 投河自殺 他們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這個沒有經過研究 只是兩人聊天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他覺得台灣人跳樓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覺得你們投河也不是太太不奇怪的事情 有樓高嘛 當然有人跳了 那不高就是就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了 以前有學生在討論 我覺得很無聊 討論如何死會比較舒服 有人研究出來 我聽完我都不敢討論 我說同學活著比較好吧 好死不如賴活啊 你去研究死干什麼呢 孔子說為之生焉之死啊 你都還沒想生好好的活呢 你就開始討論死 這聽起來讓人很沮喪這樣 好 那說愛情圓滿自我和瓦解自我 會造成的效果 對個人生活造成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非常明顯的 談戀愛的人以後 像喝了四五飲雞精一樣 滿臉春風 看什麼事情都那個 今天他可能都不用穿衣服都不會感冒 覺得這世界對他真的是善待他 等到失戀了就大好天氣 他就覺得這世界基本上跟他是無緣的 這種天差地別 其實是自己心境的問題 不是外在環境的問題 那我也曾經用過T10到T4 幾個不同的時間點 讓你來思考一下 其實你是活得下去的 不要自欺欺人說自己活不下去的 剛剛講到這個自我 那有的人會把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把對方跟自我產生某種程度的融合跟認同 所以對方做的事情你都會感到融入與共 他做的好事情你覺得很驕傲 他做的很糗的事情你會覺得很丟臉 融入與共 我及我愛的人 所以這是會因為不同的情況 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另外呢傳統的愛情觀 我叫做愛情的泥巴觀 特別是那首詩什麼 什麼江澤兩個一起打破 然後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在我念書的時候 跟我後來剛回來教授 這個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愛情的一個意象 很多人喜歡這個 那我就很仔細的想 那這是在傳統女人沒有社會地位 沒有經濟地位的時候 那女人得依靠男人來活 那你當然這樣子是有道理的 可是呢在這個世代已經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身處後宮必須讓皇帝寵信才能活 那就是後宮甄嬛傳 你們在看的 這也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這個社會不是後宮了 所以這個泥巴觀其實不恰當的 那我覺得比較恰當的是鑽石觀 因為每一個人在這個時代 都是一個在教育方面 對你們也沒有太明顯的歧視 男男女女都受教育都有正當 都可以有正當的職業 所以呢 如果要想兩人在一起 不是兩坨泥巴和在一塊 而是兩顆鑽石 有共同的切面共同的呼應 每顆鑽石不同的切面 那我一直說每一個大的切面 你最重要的 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所謂大的切面 你的大的切面 跟另外一顆鑽石是呼應的 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些呼應有些時候只是好朋友 你參加社團 然後他們對你們對共同的一些 一個主題有興趣 那這個鑽石大會切面 那你的價值觀也相似 你的金錢觀也相似 你對未來的規劃也相似 那也許你們倆在一起 就會比別人有看起來 有更好的一個前景 所以我會提倡鑽石觀 而不是泥巴觀 鑽石觀的另外一個好處 會讓你知道人跟人之間 沒有完全perfect match 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常常會想著 要找靈魂伴侶 歷來詩人 哲學家 文學家 所以要找靈魂伴侶 然後能夠找到這種 perfect match 我跟他就是天造地色 地色的一雙 這個在談戀愛最高潮的時候 是可以這樣講的 但是呢 這絕對不符合實情 沒有誰跟誰是完全不吵架 完全配合的恰到好處的 我每次要開玩笑說 連啞巴都吵架呀 只是他吵不出聲音來 我覺得是重點不是在不吵架 如果把不吵架 當成人類幸福的指標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把所有事情呢 都當成能找辦法解決 而且是和平的解決 這才是正途 譬如說你要想說 我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沒有衝突 不太可能 衝突要有解決的辦法 你如果跟他在一起沒有衝突 可能你們也沒溝通 在戀愛的某一個時期 特別是喜憨期 你會發現那種默契 其實一直是存在的 只是那個默契呢 後來會被越來越多的沒有默契 給沖淡了 那比例越來越 原來你接觸的面很小 你就哇 我跟他還有默契 我跟他常常會異口同聲 講出一句話來 然後我們常常看這個事情的觀點 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覺得哇 人生找到這個伴侶 真是soulmate這樣 靈魂伴侶 那等到後來呢 吃東西你也發覺 哎呦他喜歡吃辣的 你不喜歡吃辣的 他的小辣對你來講 已經辣到不行了 然後開始發現很多不同 那你就難道覺得說 這兩個人就不適合在一塊嗎 如果你抱著那種 人跟人一定要在一起 是perfect match 那你當然覺得 這不是我最好的選擇 我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在前面 那你慢慢走嘛 我是建議同學 根據我的經驗 這我的經驗 不是說我個人的經驗 還包括我教學 看到各位的情況 的那個經驗 我覺得沒有這種事情的 好 那所以這個呢 是鑽石關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了解 所以你找到一個人 大體上 重要的東西跟你是差不多的 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慢慢的 大家去奮鬥 去了解一下 哪些地方還可以溝通 哪些地方不能溝通 不是很重要 那就可以繼續走下去 不然的話你一輩子找不到人的啦 啊 可不可以找到外星人 我不知道啊 你們的未來非常的廣泛 你們現在都學火新聞嘛 對不對啊 你們常常寫一些東西 我以為我懂 反正發現我其實是不懂的 你們的QQ就是一個 QQ是什麼意思 然後QQ還有人畫很長一條線 Q跟另外Q之間很長一條線 那又是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那一條線就是他嘴巴 那他嘴巴 畫那麼長是表嘴巴很大嗎 那如果沒有嘴巴呢 就兩個QQ呢 也是一樣的意思 沒有畫嘴巴一樣意思 就是看要不要畫出嘴巴 那畫出嘴巴有什麼 特別要強調什麼嗎 沒有 比較強烈一點 那強烈什麼 什麼樣的情緒要寫QQ啊 有時候我學人寫QQ我想說 你是在吃麻糬嗎 吃到麻糬就在想這Q不Q啊 三個Q啊什麼的 今天那個重慶的女孩寫信給我 最後寫3Q這樣 3Q 不是QQ 3Q 這我聽得懂 3Q我聽得懂 好吧那有同學可以 下課可以教我一下 到底什麼 我剛開始以為那是純然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我發現很多人都寫QQ 我覺得這一定有意義這樣 我又很難判斷 到底是正面的反面的還是什麼這樣 我很難很難判斷 哎呀活到老學到老 我跟你講你們看我這樣 等到你們到我這年紀 你不知道要學些什麼奇怪的東西這樣 好戀愛跟自我發展 這剛剛其實講過 戀愛中的自我跟失戀中的自我 失戀中自我是最難處的 你除非讓他意識到 這個是他出於他對於過去的依戀太深 不然的話他很難走出來 很多人呢找不到人可以講 最後真的就走上了很悲慘的一個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結局 那研究這個self expansion最有名的人 甚至是唯一的人 就是Aaron跟Aaron Aaron跟Aaron可能是兄弟 可能是太太 夫妻也可能是父子 這好像是夫妻的樣子 我不太確定 那他們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圖書館沒有 我到美國網站買下來 那你看這個第二點 人們拓展自我的方式之一 就透過親密關係 將別人納入自我 就你跟他某種程度的融為一體自我 所以你的自我有點擴大 在這裡 然後呢將別人的資源 觀點 身份 還某種程度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看到太多的人 在談戀愛或結婚之後 把對方的觀點變成自己的觀點 原來對政治沒興趣的人 可能因為你的愛的人 對政治有興趣 你也忽然間有了一個政治的立場 本來對藝術沒興趣的人 特別男生 常常會因為女生對藝術有興趣 忽然間也對藝術產生了一些興趣 所以這就是兩人交往最大的好處之一 彼此學習 彼此學習 這是戀愛最美的地方 除了他愛你你愛他之外 就是你會學到他身上很好的特質 或你認為好的特質 這樣子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激情愛 Passion Love 會迅速將別人納入自我而產生的 經常可以在新的浪漫關係中看到 那個平常道貌岸然的人 忽然間會公開的在別人面前牽著手 這他以前如果他自己看到他就把他罵到臭頭 不要臉啊 這是世風日下牽著手啊 這狗男女啊 什麼都會罵出來這樣 碰到自己的時候就不會 我的一個看到太多朋友是這樣了 就變成兩人三手 我知道兩人三手 他不分開 他說你左撇子啊 他說我左撇子 所以那個人就他們這樣牽 然後左撇子這樣吃飯 然後他剛好又撇子 所以那隻手基本上可以捐出去 有人需要一隻的嗎 那以前 這個真的真的看到 等輪到他了 他就不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特別的 那以前看到別人 就把別人罵到臭頭 這種成長 我們這樣講好了 這種成長真是驚人啊 比經濟成長還要驚人 這種觀點上的成長 我們當然拿來講當笑話啦 但是其實樂觀其成啦 任何人願意把這種親密行為 那表示他不害羞嘛 他把 你現在叫曬幸福 是吧 這也是 別燙傷就好 第四是有情愛 由於對方不斷的擴展所產生的 你會覺得有個半 什麼事情有人可以講 然後什麼事情他會給你提點意見 但是這個是有程度的問題 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他的意見很好 到後來交往到一陣子 你覺得說天啊我只是跟你抱怨 你每次都要指導我 特別男生 聽不太懂這種區別 男生會常常把對方給你的抱怨 當成求救信號 我們男生都像超人一樣 都覺得女人一講什麼 就趕快要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女人有時候就說我只是抱怨 我沒有要你幫我解決問題 你幹嘛呢 你動不動就把衣服脫了 然後就往外跑這樣 然後就跑到電話廳 然後就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維基芬好難喔 那我幫你做 我哪有人要你幫他做呢 他只說好難抱怨一下 你在旁邊說 對啊好難就可以啦 如果他需要你幫他做他會說的 很多人說好難我幫你做 男人就是這種 以完成任務為導向 都像軍事訓練一樣 這是目標什麼 目標完成這樣 把他炸了 這是男人最簡單的 女人真的是花比較多時間抱怨 所以在這點上面 基本溝通不同 你就會碰到很大的難題 本人結婚那麼久 還經常會被說 我太太每次都要提醒我說 我等一下講出來的話是抱怨 請你不要做任何評論 然後我就聽完就這樣 反正你聽了有什麼感覺 我說不是要不要評論 不是評論 感覺有嗎 我說我忘了感覺了 然後又被罵一頓 不太容易討好 坦白說 不過慢慢學到了啦 這個我們也不是很笨的人 慢慢慢慢也學到了 有時候上課講出你們師母 要講成那樣 純粹是為了戲劇效果 OK 不要以為師母真是那樣的人 懂嗎 師母不是那樣的人 真的不是那樣的人 還好他不看這個錄影 他看錄影 我看我就很難教下去了 每一個 我希望他在別地方也 他很不喜歡 暴露自己隱私的人 所以他每次對我這種 亂暴露事情 他覺得很不高興這樣 他覺得 你要尊重我的隱私這樣 好的 好第五 失去伴侶同時 也會失去自我 這是關係結束 最負面的影響 所以你的朋友 會那麼難過 不要忘掉 就是這樣子 這是難過是應該的 是正常的 但是怎麼樣慢慢走過來 這點呢 是要努力的功課 那接下來呢 有兩個人研究 這個Gable跟Race 他呢 研究這個叫做 察覺對方對自我的反應 那他界定 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看看他的研究成果 在第130頁 那依附關係的研究 顯現出雙親對照護子女 有積極回應的話 小孩會將這個經驗內化 而在自我呢 跟他人關係 會具有安全感 這我們在一大 一開始就講過了 所以這個你應該很熟悉 所以他會相信 自己是有被人愛 跟尊敬的價值 自我價值就是這樣來的 我覺得我是一個值得的人 是會有人愛我 有些人真的喔 你還在台大碰到的 不一定會多了 在別的學校碰到 我覺得自己是沒有價值的 你不是大學生嗎 唉呦 老師這幾分考上大學啊 我們哪能跟你們學校比啊 就自己覺得很自卑 有些那個大學老師也自卑 唉呦 你在台大教書啊 對不對 然後你的點閱率充多少啊這樣 然後就會覺得 那我們這種小 這種爛學校教書 唉呦 我們就 就是騙人 混口飯吃這樣 有時候你都不知道 該如何應對接這樣的話 都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接 因為有人已經把自己 漏到這個地步 這怎麼辦呢 好 那他那會相信自己 而且相信他的愛人 在需要的時候 會有積極的回應 你基本上對世界看法是正向的 你覺得都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啊 那簡言之有正面的自我感覺啊 得得會覺得自己啊 這裡面顯然有錯 自我感覺啊覺得 會覺得那個得 那個得是多的 正面自我感覺 會覺得自己有被愛跟被支持的價值 有負面自我感覺的人 就沒有這個價值感 覺得自己本來就不該被重視 如果你跟老師約著要見面 鼓起的勇氣已經寫信給老師了 然後老師也答應你了 結果老師臨勝說 啊 對不起啊 我今天晚上有事 可不可以改約啊 那你就自我強的說 OK啊 那老師改 那我們就約下禮拜 有人就覺得 啊 老師是不是其實不喜歡我 不想跟我見面 然後他改時間 所以好吧 那老師一定不喜歡我 那就算了 老師那你沒空啊 那就算了 我就碰過這樣的學生啊 我說我不是沒空啊 剛好出事情啊 我就改約下禮拜 然後有些後來我就知道 我常常這個要改約 我就直接告訴你 對不起 我改約下禮拜 免得你以為我不想跟你見面 我不想跟你見面 我早就不會約你了啊 不過這幾年同學約我的很少 所以我的困擾就越來越少 不然以前啊 很大的困擾 他說老師對不起 要耽誤你一點時間 我說天啊 我的時間就是來被你耽誤的啊 我當老師我是幹什麼的呢 啊 就是被你耽誤的啊 你要來你就來 不要講這個耽誤啊 我只想耽誤老師20分鐘 我說別涉獻時間 時間是相對的 你來了 耽誤我 我到時候肚子餓了 我自然會告訴你的同學 有人呢 就這樣啊 以前我的課到 下午五點多嘛 對不對 像這種天氣 大家不都很冷嗎 老師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請教了 我也回答了 他站在那兒 老師我可不可以再問你一個問題 那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說好啊 那什麼問題 就 老師我耽誤你吃飯 我說這是問題嗎 老師不好意思耽誤你跟師母怎麼樣 我說你還耽誤我遛狗 你再繼續講下去 你耽誤我更多 這幹嘛 老師你真的呢 我說我真的餓了 我就出去吃飯 好吧 你講吧你 老師我不知道講多久 我說你就講吧 OK 不是不是不是講 有時候真的講到八點 以前我住學校附近的時候 那要講到八點 就講到八點嘛 至少講完你看這臉是不一樣的 我喜歡看到學生來的時候 一張困惑的臉 出去是一張至少解惑的臉 你不要反過來 來的時候是沒有 沒有任何疑惑的人 出去以後 老師在講什麼 那很麻煩 我說好吧那你吃飯沒 沒那老師請你吃飯 老師不好意思 我說你還說 你就跟我去吃飯 然後就去吃飯 老師師母在家不會怎麼樣 我說師母的帳就算你頭上 OK 所以我太太說 旁邊是有什麼女人 我說要不他跟你講話 真的是個女人 學生就是 我太太說真的啊 對不起啊 那你就自己解決你的晚餐這樣 你師母也是知道的啊 有時候開玩笑啊對不對 我跟我們夫妻能夠撐下去 開玩笑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務這樣 好接下來第四點 個人的自我揭露會透過約會對象的回應 產生機密的經驗 好所以為什麼我們告白怕失敗 因為失敗了我們自我就要掉一塊啊 如果告白成功 當然高興到不行啊 因為我們的自我得到肯認啊 好你告白失敗 表示自己好像很嚴重的缺陷 不知道為什麼人家不喜歡我 奇怪我爸喜歡我我媽喜歡我 為什麼你不喜歡我 或者你爸喜歡你媽喜歡你 然後不 或者反過來你爸媽離婚了 你會覺得自己大概有人是不喜歡你的 你去告白沒這個價值我幹嘛呢 懂嗎 所以有些事情已經在你的家庭裡面幫你決定了 也會幫你決定的某一個部分 期待對方的回應 往往會改變社會過程實際的經驗 有些人是告白很緊張 或者約人家出去吃飯喝下午茶很緊張 所以就可能會把事情搞砸 因為你太過緊張了所以就顯得笨手笨腳 英文叫做bumbler OK這就是這樣 第六 拒絕敏感度高的女性 通常會在行動中引發自己最怕的 對方的拒絕行為 因為他不相信別人會回應他的需要 什麼叫拒絕敏感度高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種人 人家講一句話沒有那樣的意思 他會想到所有的意思都跟拒絕有關 同學有歡迎有空再來找我 那就是沒有不要再找老師的意思 因為他沒有設定下一次見面的時間 有人就會這樣想 有人就說真的老師你說的 那我們就約下禮拜四吧什麼之類的 那有人就馬上約 對不對 下班是我沒空 你看老師都假的 你看 你要碰到這種負面思考的人 你幹什麼他都覺得你是假的 這很辛苦的啊 很辛苦我以前 有一個學生不知道跟我交往了多久 才慢慢確認我真的就是那樣子的人 有些人覺得我是那種 哎呀老師你們當老師都很禮貌嘛 都一定會不會拒絕學生要求 可是呢其實你們都不想跟學生見面嗎 因為很浪費時間嘛這樣 我說我不是這樣想的 你願意找我我一定願意花時間 你不願意找我我不會找你的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你要找我 我的責任就是要跟你聊天 那這個觀念呢 很多人不相信 不相信就算 很多人相信不好意思 那我也沒辦法 所以這是拒絕敏感度高的人 拒絕敏感度高的人呢 你會覺得你說 啊這個我們倆在一起吧 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那我沒想過耶 然後你就跑回去哭這樣 他沒想過也是實情啊 是你跟他告白 不是他跟你告白 他當然沒想過啊 那你為什麼人家一想沒 他沒想過然後你就覺得 他不喜歡我 你應該照他來說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 這才是對話嘛 沒想過 你就把它當真嘛 對他是沒想過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 那對方說不要 那就不要嘛 對方說要 好啊那你想一想 如果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我可以提供我的想法這樣 這不就 這對話不就進去 就多兩句了嗎 當然有些人是客氣也不知道怎麼拒絕 這也有時候很簡單的問題 會不會搞得那麼複雜 有的時候就是因為這樣 就大家都不把真心話講出來 或者講了真心話呢 會不會誤解不是真心話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人的語言複雜到 有的時候你都不知道啊 什麼意思啊 好 第七 至尊是一個很好的社會指標 可以測出一個人 所相信別人對他評價回應 所以至尊呢就是 人家對你有正面的反應 你覺得自己有自我的價值 這有時候意義是一樣的 第八 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如果和一個人的真正自我不一致的時候 就不會被自己重視 我認為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你批評我不是 那我根本就不理你 理你呢 那我是什麼樣的人呢 好 我認為我教書很認真的老師 舉例來講 那你說我教學貧賤 說我教的不好 那我覺得只是你不適合我的教學方法 如果真覺得我教的不好 我下去不敢開課了 回家哭啊我 說原來教了這麼十幾年來 都是騙人的啊 都是同學 都是被買的啊 都是我太太花錢 雇你們來上課的 你讓這個老公回家有自尊啊 你原來是這麼個真相啊 那回家哭吧 那如果不是 那我當然堅持我的想法啦 那兩三個人覺得我的上課不怎麼樣 那就兩三個人 我就對不起你啦 你沒學到東西 那其他如果其他人學的學到OK 或者OK以上 那我就覺得 做這個事情是有價值的 我真的覺得有價值 所以我才敢把這課 人家邀請的時候 我就會放上 我的這個 這個開放式課程 因為我想知道 不管多少人不喜歡我 這是一定有的 一種教學方法沒有適用所有的人 那我希望喜歡我的人都能夠上到我的課 不認識我的人也可以看到我的課是怎麼上的 我們立一個標準 然後讓人家來超越 我希望全世界很多人是開這種課 讓我們多了解 我當初開課就是這樣 讓人家多了解 我們去研究社會中這個被忽略的角度 那這樣的話我們社會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會更好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人數充很高 一方面當然有虛榮心啊 這是絕對免不了的 我想騙你 那另外一方面是真的有人獲利 在這裡覺得收到好處 我真的很高興 我真的很高興 尤其遠在大陸四川 重慶 那一定吃吃麻辣鍋的人 對不對 想了我都全身發熱 好回來這裡 所以那個真正自我和真正自我一致 才會被重視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願意相信 我們自己的相信的事情 你覺得你是個好人 對方也認為你是個好人 你會加強你的好人印象 你覺得你是一個很差的人 別人反應也讓你覺得 你是很差的人 那你強化你真的是個很差的人的印象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那第九自我呈現的部分 是不是一個隨機的過程 我們選擇在別人面前 或在什麼場合 用什麼方式的 用哪一個自我出現 這都是很很 不是隨機的 這都其實是某種程度有益的 人們總是有益的選擇 自我的某些部分 在人際活動中呈現 有些人選擇不呈現 譬如要各位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呢 第一個人大概都會定調 就是三句話 我叫誰誰誰 我是什麼系的 謝謝大家 就是三句話 第一個人這樣講以後 第二個人以後都這樣講 直到那種某個星座人出現 才會講說我 我叫誰誰 什麼字是什麼字 什麼字是什麼字 然後講出那種 讓你能夠記住的這樣 我就記住一個人叫 威靡不正的正 害群之馬的群 他叫正群 可是你會說正心中華的正 群策群力的群 這是正面表裂 他是用負面 負面記得比較清楚 那你看出這個人調皮的性格 在我們那時代 這是很難得的性格 我已經不記得這人長怎麼樣 他的自我介紹 我記得今天 最有趣的自我介紹之一 那你們現在的自我介紹呢 如果還是那麼無趣 那真的幹什麼呢 我演講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希望 對方不要介紹我 我都讓同學問 你要問 問三個有關我的問題 我回答你 沒有人問我哪個學校畢業的 可是呢別人介紹我 這孫教授呢 是大命頂理的 什麼什麼什麼學校畢業 這關你什麼事啊 這關你什麼事 我不是來應徵工作 對不對 也不是校園會募款 講這幹什麼呢 我是哪裡人 這需要講嗎 講這幹什麼呢 對不對 我也許有一天到大陸講學了 需要講 這是台灣來的 需要講一下對不對 以免人家搞不清楚 他是香港人 東南亞人 那搞不清楚 或阿拉伯人 看我留這樣 也許阿拉伯人誰知道 所以這個自我介紹呢 也可以看出來 大家都不太願意 不太習慣在別人面前 展露太多自己 你們上Facebook 去選擇自己的名字 跟自己的照片的時候 也是一樣 像我 你看為什麼我就不選那個 長得很難看的照片 我選的可愛照片呢 我希望讓人家知道 我是個可愛的人 學生畫好畫呢 可愛得很 我很喜歡那兩張照片 我希望一照 就用那兩張就好了 隨便選一張 覺得很可愛啊 可以代表精神 不要代表那樣 反正人會老啊 到時候也不一定那樣 不是有意 是有意的選擇部分呈現 對方的回應呢 會被視為是對 自我支持或反對 老師上課你笑 你有回應 老師會覺得 大家的反應好 那如果大家都搖頭 那老師會覺得自己 教得很爛 大家都睡覺 那傷害更大 好那接下來反應 進一步互動的考量 所以他把它分成三種機制 一種叫自我提升 每個人都希望讓人家看到 對我們最有利的一面 這樣子會對 人家會對我們 比較好的評斷 第二是自我驗證嘛 讓對方看到自己 所看到的一樣 你們出門穿的衣服 特別是女孩子 衣服化妝 都是要讓人家看到 你的好的一面 所以很多明星 為什麼那麼怕素顏 就是怕人家看到 不正不好的一面 當然有些明星 為了素顏反正認不出來 那他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活得比較自在 所以日常生活要素顏 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第三呢 就自我肯認 讓對方看到自己 理想的一面 那這個都是自我的 互動過程中有的 那第十個是 團體介入模型 認為團體成員的身份 是個人建構身份的 一個重要部分 會強化個人 對團體的認同 特別是 比如說你修愛情社會學 人家說你修什麼課 或者將來呢 有一天這門課如果紅了 你可以跟人家說 我就是修那個 第一次錄影的 那堂課的人啊 你們都不知道啊 那堂課有很多刪掉的部分 那實際上更精彩的 你就忽然間覺得自己修這門課很驕傲 這樣 當然你也可能覺得沒收穫 你說 哎呀我跟你講啊 那都沒有那麼好了 你在現場就知道 其實沒那麼好笑的 這樣 你也可以跟人家這樣講 反正看你的心情 那我們當老師的 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那另外一個跟這個自我有關 就自我的印象管理 其實在前面有講到 怎麼樣讓自己的好的一面 呈現在別人面前 這為什麼會有台前台後 工作人物在台前講的一定是 道貌愛人的話 那私下會講什麼話 那你就不知道 所以有些長官呢 發現麥克風 沒發現麥克風沒關 就講出心裡的話 那這個呢 常常會被媒體大肆報導 那其實這個也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本來 本來我們人類大概就是這樣 都會在公開場合 或正式場合 講這種比較冠冕堂皇的話 所以某種程度沒什麼好聽的 但是你要叫他在正式場合 還講心裡的話 這不太容易 某種程度圓木求魚 當記者很辛苦 一直希望人家講真正的話 什麼總統 你對什麼準備什麼看法 總統在走路呢 有什麼看法 總統當然就謝謝謝謝 然後有時候微笑一下走過去 總統都沒有發表評論 總統要發表評論 好歹也應該在什麼治國州記 或者記者招待會發表評論嘛 所以有表現的一面 有隱藏的一面 你在人際關係裡面 這個東西 有的人會覺得他的朋友很假 就是因為他表面上做的 跟他背後做的是差別太大 那你如果是很真的人 你在社會上其實也很難存活 也真的 因為你會讓人討厭嘛 真的說真話不是一件 不是一件popular的事情 我太有經驗了 我常常就是因為自己覺得說真話 然後就讓人家討厭這樣 然後常常覺得 真的是欸 你們這些人在外面講話講成那樣 然後開會的時候講話講成這樣 你們是有頭腦沒頭腦還是糊弄人呢 自己就看不下去了 自己看不下去就自覺於人 這是好事是壞事 我到現在那麼大年紀搞不清楚 坦白跟你說 好接下來污名的身份的處理啦 如果有人認為你是個花心的人 那你該怎麼處理這樣問題 如果有人認為你是一個什麼樣 反正有人盛名在外或盛名之壘 這都很辛苦的 有人認為你是有女朋友的人 有男朋友的人 在我那時代有人有女朋友或男朋友 只要江湖謠言 我們連看都不會看一眼啊 別惹麻煩啊 你們這個時代就很難說了 常常有人會問我 老師我喜歡的女生有男朋友 那該怎麼辦 我說千萬別去把對方男友幹掉 這是絕對不對的事情 其他的都很難說 有一年有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年有個男生 早先啊 那理工科男生非常少 因為理工科的教授不准他們來修這個課 覺得這什麼亂七八道課 有一次有個學生跟我講 我氣得要死這樣 這什麼亂七八道課 那他來修 那他來修我其實很清楚 那時候我要加簽我就問他 同學你為什麼來加簽這門課 第一個舉手 舉手我就加簽他 我說我先加簽你 然後你說 他說我上這門課的目的是要來交女朋友的 他說我沒有女朋友 我希望能交到女朋友 他就坐下來 謝謝 我說好我雖然加簽你 但是我不保證有女朋友 OK 有沒有女朋友你自己要負責 這樣 全班就大笑這樣 然後他就臉很震驚 他就來交女朋友的 然後上課學期中還沒交到女朋友 學期中沒交到女朋友 我沒期中考嘛 別人有 那他很認真 有人期中考就不來上課 他都來上課 天氣很好 坐在那邊聊天 他說老師啊 有個事情 我本來想要不要問你 我想還是問你好了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有一個喜歡的女孩子 已經有男朋友了 但是我喜歡 不是男女朋友那種喜歡 那請問我該怎麼辦 我說這不是很好辦嗎 特別你又講 你不是男女朋友那種喜歡 那你就去跟他講嗎 或者不要講嗎 朋友有人要講的嗎 欸我是不是你朋友 這很奇怪嗎 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 這聽起來都蠻奇怪的 你是朋友 而且你已經認識他 為什麼要講呢 那他就說啊真的不用講啊 我說除非你心 你騙我 除非你心中希望 他是你女朋友 他就愣在那 他說老師 好像心中有 一點點這樣的意思 我說你看唄 反正我就跟他開玩笑 只有我們兩個人嘛 我就講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有點不好意思 我說這什麼不好意思 喜歡一個人是光明正大事情 不要窒息欺人 不要以為你騙你自己 你還騙過我 老師真是法眼啊 那不是老師是禁食眼 怎麼是法眼呢 開什麼玩笑 好 結果後來又有一次吃飯 禮拜幾了我忘了 反正是一個很特別的 禮拜 大概禮拜五 對好像是禮拜五這樣 因為有個週末 然後我叫他禮拜一要回報 對 他說老師我喜歡的女孩子 我想去跟她表白說我喜歡她 而且呢他要回國了 蛤 回哪一國 就不好說回哪一國了 反正不是回對岸 那時候還沒交換學生 反正他要回國了這樣 我說喔 他說他回國了這樣 我說那你有跟他講 你喜歡他嗎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知道飛機場在哪嗎 他說老師你叫我追到飛機場去 我說我拿好講 我說我倒帶一下 我說你知道飛機場在哪嗎 我就叫倒帶給他聽啊 他說老師你不是暗示我 我說哪有暗示 再倒帶一個 你知道飛機場在哪嗎 我只是問路嘛 懂嗎 他說老師我知道 你看 我還查了有幾班班機回到他祖國 連班機都查好 你看這個人 對不對 還嫌我說老師你是不是 建議我到飛機場 你根本就想去飛機場 我只把你的話說出來而已 我說你肚裡回蟲了我是 反正我跟他後來就很熟 就講話就比較像我認為的朋友這樣 老師那我到底該跟他說什麼 我說有一句話你千萬別說 我說老師什麼話 我說你千萬別說 我剛好經過這兒 哪有人剛好經過飛機場 那是來接機的嗎你 我說千萬別講這話 他說老師我不會講這話 我說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有人到時候沒話講 對不對 那我說他幾點的飛機啊 他說他要不然坐這一班 要不然坐那一班 總而言就在一個鐘頭之內 我說好 那你要到哪裡去等他啊 他說當然是那個驗票口啊 我說聰明啊 我說你要笨笨 你就傻傻的在那個什麼入口處等 然後他可能從另外一個門進來 你就一輩子碰不到他 我跟你講 老師我沒那麼傻 我說可我看來不像 你說你不是那麼傻 可是我看來不像 我覺得你就是那麼傻 總而言之 他說老師我昨天跟我爸借車這樣 我爸還問我要幹嘛 很詳細的問了一下 他說我到飛機場去送個朋友 我說你要開車送他 他說不不不不不不 我只要開車在那個 那個入口處等他 然後我說那你最後決定要說什麼 他說老師其實只有那句話 我說我喜歡你 我說可是他上飛機了呢 要搞到那麼浪漫嗎 那萬一飛機不開了呢 總而言之 我說好你要回報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好 我這禮拜天注意看飛機場新聞 那天真的有飛機場新聞 有一個人把一團人的護照全偷了 我想不會是他吧 你搞成這樣 雖然我沒搞他不能做這事 但是不做這事應該是嘗試 這不應該老師要把不做的事情 全部表列出來 這太辛苦了吧 結果後來禮拜六他 禮拜一他來了 在進門裡我就說 最多的護照 他說不是老師我在機場也聽到這個新聞 他說我知道 他說那時候還有一場騷動 他說不是我偷的護照 我哪有誰去偷護照這樣 我說那賭到沒啊 他賭到了耶 我說那邊有沒有出現 他說沒有 就是他一個人拎著行李 然後就走到登記門 然後他就衝上去跟他說 我喜歡你這樣 然後對方就愣在那兒 我說蛤 他愣在那兒 他對呀他沒進去啊 他愣在那兒 那我說那他後來說什麼 他說我回來再說吧 我說蛤 他要回來 我以為他要回國了 他沒有啊他只是回去度假 那我建議他去飛翔幹什麼 沒有我沒建議他去飛翔 我戳溜了嘴了 我沒建議他去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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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糟 這樣把他說溜了這樣 反正後來呢 他就那個時間還早 他就跟他坐下來喝一杯咖啡 才後來他還進去這樣 反正就聽說聊得蠻不錯的 聽說聊得蠻不錯的 沒有說你做我女朋友啊 沒有啊 他說我喜歡你喔這樣 然後那個女的說 你知道你知道我有男朋友 他說我知道啊 我沒有叫你離開你女的男朋友啊 我只是說我喜歡你啊這樣 然後兩人聊非常愉快 然後後來聽說那個女的回來以後 多年後有一天我還碰到她 因為她那時候在我們隔壁的科系 念書 有一天碰到她我就叫著她 我說那誰誰 那最近怎麼樣 老師我跟她變成很好的朋友 她跟她男朋友已經分手了 那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就從這種正面的故事 我來講說你真的喜歡一個人 你就跟他說嘛 那至於你想要幹嘛呢 你不要搶到把男朋友幹掉就好了嘛 這個時代誰喜歡誰都是可以說的嘛 如果你真的沒有說你當我的男朋友 當我的女朋友 那你喜歡一個人這句說什麼不好的呢 尤其是你的朋友 你其實就是因為你喜歡你的朋友 你才會跟他做朋友啊 如果你的喜歡是蘊含著你愛他 或什麼太強烈的 當然很多人會受不了了 如果你真是喜歡一個人 欸你們這代人 聽了搖滾音樂會 你都會大喊我愛你 你們這種話都喊出來 喜歡一個人應該對你們這代人來講 不是太嚴重的事情 只表達一個你心中的感覺而已 所以這個我這個故事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故事 因為這個同學真的是做到這種 沒有任何人傷亡 在此拍片過程中 沒有一個野獸受到受傷這樣 然後這個也正當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然後也交到一個朋友 雖然不是男女朋友 至少也是個朋友 有時候你會換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會幻想 你跟他進入一個男女朋友的關係 但是也許在交往過程中 你發現你跟他是個好朋友 這關係是最美好的關係 那至於這好朋友會 讓你繼續發生到什麼地步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他也後來 至少我最後看到他就那一次了 他很高興啊 他覺得上我的課 收穫也蠻大的 至少知道了一些別的事情 這樣子 那我也很高興 教出這樣的學生 所以就是 所以每次有學生問我 老師我的我喜歡的 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我該怎麼辦 我說你可以去表達你的情感啊 但是你不要認為 你表達了就 對方就會回應你的情感 你只表達你喜歡你的朋友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想要進一步 那看人家要不要跟你進一步啊 那三角關係 真的是比較複雜的關係 真的是比較複雜的關係 但是通常大部分人的喜歡 不會進發展到三角關係的 大部分不會 因為我們都 我們的關係呢 就常常就是只有 要有關係或沒關係 零或一 沒有那種漸層的 慢慢的如果我們有關係 可以發生到什麼樣的關係 這樣子 那這是愛情跟自我的這個部分 所以愛情跟身體有關 那我說過 我們沒有研究這個愛情生理的變化 你有經驗的話 這都很清楚的事情 不需要多說 那愛情跟你的身體啊 其他相關的地方 就是我們大概跟性 就在前面有講過 很多人會把認為現身給對方 就是跟對方發生性行為 變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失身於對方 不是主動現身就是被動的失身 都把這個身看的 特別是性行為看的過度的嚴重 讓有些人在失身或現身之後 好像對自我的傷害就非常的大 那我覺得重要的地方不是在這裡 我覺得重要的地方在於 不管現身或失身 你都要知道 那個性行為代表的意義 還有不管怎麼樣 最後你終於要站起來 不要把那事情做為自己人生的一大障礙 有的事情過去了就是過去了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活在你的記憶中的應該是最美的 那這是這個部分要講的 最後有一個東西要稍微說一下 那個如果有人上我的粉絲頁 上個星期呢 助教放了一個我的那個故事這樣 就是我站在人家門口對門的那個 要等他什麼30分鐘出來 我就要怎麼樣了 那故事的用意我希望同學要知道 非常簡單就是那是個很愚蠢的 沒有必要的故事 結果放上去以後呢有人說 哇好浪漫喔要不要拍成電影啊這樣子 然後有人就忽然間有這種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反應 那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的反應啊 也許他沒看清楚說那個 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跟著女孩子 有兩年沒有聯絡了 那不是我當時的女朋友 那個是過去有沒有女朋友 都其實還是個疑問 就我們曾經一起吃飯一起幹什麼 但是不是女朋友這件事情 從來沒告白過 他從來沒說過她是我女朋友 從來沒有 有那個兩個人為單位的 一些朋友的活動 但是那算不算 其實是有爭議的 結果你們有些人反應了這些 讀者裡面 然後有我的高中同學 你們當然不知道他是我高中同學 我知道他是我高中同學 我高中同學呢就來鬧這樣 我說我知道 我們這些人碰到一起 就像高中生 你別看我們五十幾歲的人 就像高中生 他就說 我們要不要人肉瘦瘦 把那女的揪出來 那你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就覺得說同學你別鬧 我剛才才先回了 同學別鬧 人家你開玩笑 別人不知道 那如果看那個有兩三千人 那有人真的去搞了什麼 然後搞對人了 也尷尬嘛 搞錯人了 更尷尬嘛 對不對 搞對人的尷尬 是說當初算不算 男女朋友都是個問題 然後我講出來 這不是干擾到別人生活嗎 我是這樣的人嗎 我不是啊 那搞錯人呢 那我 我 我真的是 了解那種尷尬 結果呢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想最好的方法 我就把他殺了 我就把那摺 就delete掉了 不是把我朋友殺了 別誤會 別誤會 他就把他朋友殺了 不是這樣 這話不是這麼說的 所以 可是呢我看到我要 我要把那摺刪掉的時候呢 已經有兩千多人 看過那摺 好可怕的 Facebook 你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 隨便po了一個什麼 然後幾分鐘之後去看 已經有八十幾個人 看過那摺 真的每一次都掛在上面嗎 你們是有人派你們 來監視老師還是幹嘛 好可怕 所以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粉絲業的目的 不是真的要求粉絲 所以是因為有些人問一些問題 那也許你問的人 剛好不在現場 或者有的問題 我覺得有些人也需要知道 我們就把這個給大家來看 某種程度是教學目的 然後在有些人給我的反應裡面 因為他們不是學校學生 或甚至連台灣人都不是 至少看得懂那個中文的人 那有些人反應都還不錯 那也有人在上面問我一些問題 你們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 問我一些問題 那我有時間我當然就回答 我沒時間我就 就助教就建議我就用 上課的第一堂課回答 因為他通常看這個的人 問我問題的人都是看過那個 教學開放式課程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有這個需要 各位要把握人生的機會 那這個我們今天有在講說 這個影片會放多久 是不是放到我死了以後 你們當阿公阿嬤的影片還在放 這個我們要去搞清楚這樣 因為有人說那你 你會更新多少次 我每年講義其實都更新的 沒有更新那麼多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更新的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會更新多少次 那我是覺得因為一堂課 如果要幫助更多的人 這是讓更多人可以收到 這個訊息的方式 這對我來講非常的陌生 但是我現在都告訴我的同年齡的朋友 我都建議如果你真的有話想講給大家聽 然後是正面的要影響這個社會的 我都建議你用這些這種方式 真的真的 真的如果你想影響到人 真的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好了因為我剛剛發現 好像又有一個問題這樣 那與其下禮拜回答 我就這禮拜回答好了 好 敵兒月老一號候選人孫老師 我到底算不算一號我都懷疑這樣 我覺得這市場上太多人要搶著月老這個位置 我也喜歡也很認同老師 鼓勵我們在關係中持續努力的觀念 謝謝你 那麼就像老師說的 對的人不是天生的 過程的努力跟過程 可以慢慢讓對方成為對的人 而且不是只有對方成為對的人 愛情是兩個人事 你也必須是對的人 你才會找到對的人 這個不要忘掉 除了過程以外 還有一個 這是兩人一體的一個思考單位 不要只看到對方是不是對的人 要考慮自己是不是對的人 好 我想問的問題是 既然關係取決於我們的努力 不要忘我們 不是我的努力或他的努力 我們的努力 那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會變得更好 所以繼續努力 但也可能問題就是彼此找錯了人 所以想請教老師 共同奮鬥有沒有停損點 怎麼決定應該投入更多還是立刻放棄 謝謝老師的回答 謝謝你的問題 你問的問題非常的好 因為這裡面呢 應該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客觀的停損點 如果兩人都願意溝通 沒有停損點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經濟遊戲 愛情不是遊戲 你除非遊戲愛 愛情也不是一個市場 我都不太贊成這些概念 你如果喜歡 那你可以去 你就不要聽我的 所以什麼時候是對的人 我說過這就是 共同奮鬥的重要意義 不到最後你不知道是不是對的人 那如果你跟他 跟他一直走下去的最後 就是中間有一個人死亡 等那個人死亡了 你就知道是不是對的人 不然的話過程中間 總會有一些抱怨 我們或對方 總會做一些讓我們或對方 不滿意的事情 那那時候你就會想說 要是我們剛出跟別人在一起 才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一時的情緒發洩 人都有 這沒什麼 這不需要太過緊張 但是你這種抱怨越來越多 甚至每次都出現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危機警訓 但如果呢這個抱怨 你可以慢慢的化解 那慢慢的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會出現 所以我不覺得有任何停損點 有的時候你就是要回到最當初的初衷 你想說當初為什麼你想跟他在一塊呢 那就是因為跟他在一塊 你覺得人生會比較有意義 你跟他都可以變成更好的人 不是只有你變成更好的人 或者說你跟他會變成比較對的couple 那不是對的人的問題 也許我們從今天開始 應該想的是一個對的couple 而不是對的人 對的人好像都是對方的問題 好像我們都沒問題 不是這樣 謝謝你的問題 好